陳百強的母親姚喜蓮不幸去世 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在80年代的時候 陳百強可謂是香港大紅大紫的人物 只不過 他很早就去世了 陳百強的父親是香港首表界的翹楚 資產比較雄厚 陳百強從小就被別人養大 母親那個時候在國外生活 因此陳百強養成了獨立的性格 但是他對音樂卻很執著 即使父親不想讓他走音樂的道路 但是陳百強依舊堅持 一提到陳百強 大家馬上就能想到一個女人 那就是何超雄 兩個人年輕的時候 關係很親密 在陳百強的葬礼上 何超雄失聲痛哭 姚喜蓮也在現場抱著何超雄來安慰她 母親姚喜蓮在兒子去世後 沒有繼續用她的音樂來獲取財富 而是把錢捐了出去 在陳百強去世後的很多年 外界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 那就是何超雄一直悄悄地在善養姚喜蓮 經常給她金錢和物質上的幫助 但是這個說法的真實性還有待於研究 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 但是也從側面反映出何超雄依舊對陳百強有感情 其實何超雄過去想步入娛樂圈 並不想到商界打拼 她從國外回到香港以後 找到了陳百強跟她一起合作影視作品 兩個人的關係也由此升溫 不光是何超雄 就連她的妹妹何超凤 也非常喜歡陳百強的歌曲 而且還非常的崇拜她 何超雄有一次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 陳百強非常了解她的感情 也深深地走入了她的內心 陳百強雖然很出名 但是卻在感情方面一直是一個空白 可能也是因為小的時候 母親不在身邊 因此 陳百強對感情畏首畏尾 始終不敢談一場戀愛 因此 何超雄跟陳百強也只是單純的友誼關係 最多也只是曖昧 並沒有真正走入愛情的道路 不過 他們的關係卻處於友情和愛情之間 然而 何超雄畢竟是渡王的女兒 陳百強只是一個明星 所以 兩個人即使在一起 何鴻燊也不會同意 因此 何超雄後來嫁給了許靖亨 當年 許靖亨跟何超雄舉辦了世紀婚禮 但單嫁妝就達到了十個億 在兩個人結婚以後 陳百強宣布退出歌壇 又過了不久 就出現了陳百強酒后吃藥而不省人事的消息 1993年 陳百強去世 給何超雄帶來了很大的打擊 而他跟許靖亨的婚姻也走到了盡頭 此後 何超雄又跟楊祁龍交往 但是 兩個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 如今 何超雄已經60多歲了 他依舊是單身 把精力全部放在了事業上 而在他的內心底 最愛的人或許還是陳百強 提到陳百強的身世 就不得不說到他的童年時期 或許正是他的童年生活 讓陳百強的骨子裡就帶著一種悲觀厭世的情懷 陳百強1958年9月7日 出生在香港 母親是姚玉梅 父親陳鵬飛 是香港中環金寶表行的創始人 家庭條件十分優渥 母親對於陳百強的愛好是非常支持的 但是 父親陳鵬飛卻對陳百強搞音樂非常憤怒 他一直強調 讓陳百強一定要搞好學業 陳百強不解釋也不回應 以沉默來抵抗 陳百強的哥哥陳百曾經在接受採訪時說過 陳百強和父親的關係始終不好 父親一直不理解陳百強 他只是一心希望 陳百強按照他規劃的人生路線來走 好好上學 然後去自家企業工作 看到陳百強固執不聽勸 父親還想出了一個辦法 送陳百強出國留學 毫無疑問 陳百強一點也不想出國念書 他只想留在國內做音樂 但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再加上當時母親也覺得父親的做法更穩妥點 陳百強就被強行送到了國外留學 在國外的生活條件雖然並不差 但是陳百強卻感到異常的孤獨 他聽不懂周圍人說的話 也很難融入到他們中間 待在國外的每一年都感覺像是在度日如年 陳百強不得已 打電話給父親求他讓自己回國 父親一開始還跟他說幾句 後來煩了 索性連電話都不接 陳百強只能將希望寄託在母親身上 他哭著給母親打電話說 媽媽求求你讓我回國吧 我實在過不慣這裡的生活 看到陳百強如此痛苦 母親也十分心痛 他直接就將陳百強接回國內 回到國內後 陳百強開始將身心都投入到做音樂上 1977年 他參加了香港山葉電子琴比賽 並獲得了冠軍 同年他憑藉原創英文歌《The Rocky Road》獲得香港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的季軍 並被TVB簽約成為歌手 因為他擅自回國 此時 他與父親的關係已經達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在他參加比賽奪冠時 他的爸爸也曾在台下觀看了他的表演 看到陳百強在音樂方面如此的優秀 父親有些意外 想見見他 陳百強卻說他又不在乎我為什麼還要見面 陳百強的朋友看到父子倆鬧成這樣 都紛紛上前勸說陳百強 最後 陳百強勉為其難地同意在舞台門口見見父親 父親看到他後主動地握住了他的手 這一點點的溫情讓陳百強心裡多了一些溫暖 他聽說 父親喜歡樂譽歌曲 還專門去學習了樂曲 父子倆的關係緩和了很多 至少對於他唱歌這件事 父親並沒有再多說什麼 1979年 陳百強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 以一首《眼淚為誰流》以泡而紅 成為了歌壇裡的一顆耀眼的巨星 同時和他一起的還有張國榮 毫無疑問 陳百強無論是外表還是歌唱 都堪稱是娛樂圈頂級的人物 只是簡簡單單穿著一襲白衣的他就非常好看 如玉般溫潤 如畫般安靜 水窩名利又是偏偏優雅的公子 身處在聚光燈下 自然會吸引萬千風蝶 追逐狂庸 但是陳百強的感情生活卻十分的單純 1981年 何超雄以練習生的身份加入TVB 並在電影《突破》中客串了一番 這部電影的男主角是何超雄喜歡了很久的陳百強 身為小迷妹的何超雄高興不已 只是在片場大家都忙著拍戲 接觸的人並不多 何超雄不死心 當他得知陳百強要出席一場活動 就立刻趕了過去 想盡辦法進入了活動現場 找到了陳百強 並向他介紹自己 陳百強聽說過何超雄 卻沒想到他如此低調 平易近人 有著同龄女孩一樣的羞澀和單純 兩個人漸漸地越走越近 1984年 陳百強邀請何超雄出演了歌曲《深愛著你的MV》 兩個人在屏幕中充滿了愛意的對視 讓當時的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據說在當時 兩個人的戀情已經是娛樂圈裡公開的秘密了 他們經常成雙入隊地出入各種場合 無比的親密 有一次陳百強的手錶丟失 何超雄知道後 花了幾十萬買了一塊名表送給他 這讓陳百強非常的感動 但是 兩個人的感情卻並不被何超雄的父親看好 得知他後勃然大怒 讓何超雄與陳百強分手 原因很簡單 陳百強雖然家世顯赫 但是與賭王相比卻不止一提 在何超雄小的時候 賭王就已經認定他為自己的接班人 他的婚姻感情並不能由自己做主 兩個人再深的感情也抵不過現實 何超雄最終嫁給了香港船王唯一的孫子徐靖亨 幾婚禮就舉辦了三天三夜 轟動了整個香港 陳百強也出席了這場婚禮 可是相比較喜氣洋洋的婚禮現場 他的臉上卻一絲笑意都沒有 眼睁睁地看著自己的所愛嫁給了別人 可以想像 陳百強當時的心理有多麼難過 婚後的徐靖亨和何超雄貌合神禮 徐靖亨結婚前就是個花心大少 結婚後依舊頻繁地與陳法蓉 李姿 李嘉欣等人傳出廢文 而何超雄呢 心裡則一直裝著陳百強 何超雄結婚後不久 陳百強寫了一首歌曲《只因愛你》 這首歌的第一句歌詞是 若要與旁人相戀便決生無可戀 可見在陳百強的心中何超雄有多麼重要 此後 陳百強更是迎來了事業的巔峰時期 他的歌曲《今宵多珍重》和《偏偏喜歡你》 獲得了《香港十大禁歌金曲獎》 這兩首歌至今也是傳唱不衰的經典曲目 只是此時的陳百強卻越來越不快樂 都說人紅是非多 更何況是處於當時頂級位置的陳百強 他只是單純地感冒去醫院治療 卻被人瘋傳說他得了艾滋肝炎 感情不順被人詆毀 這樣的生活讓陳百強患上了嚴重的失眠 他時常在午夜夢回時驚醒 望著身邊的黑暗問自己 人活著是為何? 時間越長 陳百強的情緒越差 曾經喜歡的音樂也沒能讓他得到慰藉 1992年2月 他在上海舉辦了三場演唱會 並且宣布暫別歌壇 聽到這一消息的歌迷們都十分惋惜 但是也只能揮淚暫別陳百強 當時大家都以為只是暫時見不到陳百強了 沒想到這一暫別就成了永恆 此後只過了三個月 陳百強就在自己的住所 用酒服用安眠藥 企圖結束自己的生命 沒過多久 陳百強就被母親發現了 鬆忙了醫院救治